嗨 妹 嗨 奶爸 今天應該是第一次見面吧 嗯 對 已經加入我們的網路行銷藍人包大概快兩年的時間了 兩年時間 那拿一下你們的招牌給大家看一下 嗨 我在新竹 如果需要每家美睫跟文秀的朋友歡迎找我 嗨 妹 你好 嗨 奶爸 今天應該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真的 親生的朋友 妹她是在兩年前就已經加入我們的 網路行銷藍人包的會員 所以我們來採訪一下 看妹這兩年來 在網路行銷上面有哪些進步 我們店裡在新竹 然後我們提供的話 像是美甲 美睫的文秀的教學 跟現場沙龍都有 那你們在這邊大概多久了 在新竹設立已經15年了 15年了 對 你看起來這麼年輕只有15年嗎 我已經15年了嗎 這麼久 對 15年了 可以透露一下 大概你幾歲就開始經營這個事業 大概大學畢業半年之後 就開始設立第一家 就開列第一家店 很厲害耶 應該才二十幾歲而已吧 對 在21歲的時候 其中的服務 你覺得最有特色的是哪一項 跟客人當中的互動 還有就是如何能夠真正 了解客人的需求 你覺得學了網路行銷之後 你們用了哪些工具 哪些方法 讓你的業績成長 因為一開始在開業的時候很年輕 在起初 行銷 網路行銷也不是非常的熱門的時候 我們都走的是口碑行銷 像客人介紹客人之類的 但經營了八年之後 發覺網路行銷的魅力 還有它本身來講對於口碑行銷 它的傳播力的一個無遠否解 所以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很單純的就是 一直用關鍵字的廣告 去做行銷 但後來發覺它的邊際效應 慢慢慢慢的降低 對 所以才開始一直想說 有什麼樣的一個行銷方式 跟方案這樣 然後在兩年前 接觸到奶爸的 網路行銷籃人包 沒錯 然後我覺得 在過程當中 得到更多不同的行銷上的一個心法 或者是奶爸它也很不吝嗇的告訴我們說 要用什麼樣的消費者的角度 去做一些些的行銷方案 網路行銷籃人包的會員 都會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你覺得這個群組 對你有什麼幫助嗎 因為我不是非常的懂行銷的 技巧性 所以我只要有任何的問題 我就會在裡面提出來 例如說到很簡單的 像收集名單 或者是 像之前很早就跟奶爸討論到 匹克幫 為什麼要去設立體科幫 或者是我在行銷上 有一些瓶頸 客戶群 要如何再擴大 這個部分 我都很常去詢問 奶爸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的群組 其實LINE群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在上課 先上課程看完之後 如果有問題的話 實際上 運作碰到問題的時候 也可以到群組裡面來 互相詢問 然後其實裡面有很多學長 學姐也會幫忙 互相討論 然後解答問題 嗯 然後也可以 把你們自己實際上 碰到的問題 PO上來讓大家一起 幫你想辦法 對啊 真的很棒 這是我們其實成立群組 最大的目的 網絡型要來得到的課程 其實我們時常在更新 那最大的目的也是希望說 網絡型要工具 其實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改變 所以我們也能夠透過 終身學習的方式 一直回來 看我們的更新課程 這是我們成立 這個網絡型要懶人包 最大的目的 也很感謝妹 花這個時間來接受我的採訪 好 那期待你們的店 可以開越多價 好的 謝謝 謝謝 希望你越來越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